大家好,我是小颖,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。 不止年纪大了的人喜欢养生,现在连十几二十岁的小女生保温杯里也泡着几粒枸杞,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呀。 不过,传说中营养价值很高,具有不少功效的养生食物,真的可以随便吃吗? 现代医学鼻祖,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萨斯有一句名言,万物皆有毒,关键在伎量。 如果你没吃对养生食物,或是买到了残次品,也会对身体有害,与寿命有损。 以下五种养生食物专偷人的寿命,赶紧看一看你中招了没有。 1.茶,偷铁 茶叶中含有咖啡碱、茶碱等成分,能刺激胃酸分泌,加快肠胃的蠕动,达到促消化的目的。 因此,很多人饭后喜欢来杯茶消食,但实际上饭后马上来杯茶不但不能消食,还可能让体内的铁元素悄悄流失。 茶中含有柔酸,它会与食物中的铁元素发生反应,生成难以溶解的物质,从而阻碍铁的吸收。 若长时间饭后喝茶,甚至会有缺铁性贫血的危险。 除了铁元素外,若饭后马上喝茶,茶叶中的丹磷酸可能会和食物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,从而形成不易被吸收的沉淀物,影响蛋白质的消化与吸收。 建议,在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喝茶,给肠胃消化、吸收食物的时间。 选择茶水,尽量以淡茶为宜。 如果实在喜欢喝浓茶,建议饭后一小时之后再饮用。 2.绿叶菜,偷钙,偷铁。 绿叶菜不但味道鲜美,其养生作用也无庸置疑,但从含钙量来讲的话, 其实很多的绿叶菜并不输给牛奶。 然而,大部分绿叶蔬菜中存在草酸,它与食物中钙结合成为不溶性的草酸钙,不能被小肠粘膜吸收。 同时,草酸还会妨碍小肠粘膜对铁的吸收。 但草酸易溶于水,因此,烹调含草酸较多的蔬菜时,先用废水超一下,可有效地去除草酸,提高食物中钙、铁、铁等的吸收。 蔬菜中还有一些抗营养物质和破坏维生素的氧化酶类,加热可将其破坏。 三,大豆偷睡眠,偷营养物质。 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,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益黄酮等植物营养素,被当作健康的食物备受人们推崇。 我国膳食指南也推荐我们每天至少吃25克一两豆类。 不过,很多人都表示,吃完大豆类食品后,就会感觉胃部胀胀的,还会胀气,最尴尬的是,还会有很多痞。 虽然无法明确指出究竟是哪一种物质导致胀气,不过,目前大部分研究还是倾向于认为大豆低聚糖是导致胀气的重要因素。 肠道胀气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睡眠,同时还会影响对铁、碘、铅等矿物质的吸收。 不过,只要将大豆加工制成豆腐、豆浆等豆制品,加热煮熟,那些胀气因子就没有了。 4.枸杞,偷寿命 枸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养生品,功效颇多,能增强人体免疫力,抗肿瘤、抗疲劳、抗衰老、抗辐射损伤,还能调节血脂、降血糖等等。 枸杞虽好,但它仍然是一味重要,自然也有一定的禁忌。 下面这些吃枸杞的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了,不然一不小心就吃错了。 有食热的人不适合吃,枸杞适合肝肾阴虚内热的人。 如果有目尺肿痛等食热症状的就不适合吃枸杞,食气重的人不适合吃,枸杞滋滋溺,吃了后会加重湿气,脾胃薄弱。 本草经书说,脾胃薄弱,时时蟹,蟹者误辱。 就是说,对于一些脾胃虚,容易腹蟹的人就不要吃枸杞,过量食用问题多。 交浮枸杞每天不要超过20粒,枸杞吃过多以后,有的人会上火。 此外,还要警惕一些问题枸杞,例如,有些不法商贩会用硫磺或明反水浸泡成年发黑的枸杞, 使其色泽变鲜亮。 硫磺枸杞,吃起来有酸苦味的枸杞,多半是硫磺处理过的,吃多了有致癌风险。 明反枸杞,看起来异常鲜亮,吃起来口感色,肉质薄的枸杞,多是由高浓度明反水浸泡而成。 明反中含有铝离子,过量摄入,会影响人体对铁、钙等成分的吸收,导致骨质疏松。 贫血,甚至影响神经细胞,尤其对儿童和老人不利。 那么,好枸杞长啥样? 一般来说,粒大肉厚,泡水不沉,捏不结块,肠胃甘甜的为上选。 五,红枣,偷健康偷睡眠。 红枣当中含有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,具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,具有滋因补养补血之功效。 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,经常吃红枣,有助于美容养颜补血。 不过,大家平日里食早养生,必须注意以下三点。 减肥者,糖尿病病人最好少吃。 红枣中所含的糖分比较高,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是不能够食用红枣的。 如果食用红枣,会导致血糖上升,而让糖尿病不稳定。 正常人吃多了,也可能导致胃酸过多,胀气等问题,影响睡眠。 容易出现胃胀气,消化不良。 食用红枣有时候反而会引起腹泻,腹胀的现象。 因为有些人喜欢生吃红枣,而红枣皮在肠胃中是不容易被排泄出体外,容易影响到肠胃消化。 确认自己属于哪种体质,过食红枣,还容易助长体内湿起。 如果本身就是谈食体质,比如合病咳嗽,谈多,舌苔较黄较厚,失重负胀等情况者,应少吃为妙。 建议脾胃不好的人每天吃三至四枚红枣比较好。 脾胃好的人也尽量控制在十枚以内。 总之,再好的补药也要适合自己才能吃,否则名贵补品就变成夺命毒药。 生命是革命的本钱,如有身体不适,需及时到医院就诊,定期体检,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活出美丽健康人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,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,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。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。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。 我是小颖,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